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时间星期天早上 在总经理奥特曼的办公室 进行了一个简短的对话 你被炒掉了 泰伦卢为何成本赛季守卫遭解雇主帅 他自己按了下课按钮被炒掉的 是其实历史上的唯一冠军教练泰伦卢 听到这个消息 他没有面红二世 没有激烈争吵 平静的向奥特曼表示了感谢 离开了办公室 先是欧文 再是詹姆斯 泰伦卢的离开 正式宣布其是一段历史的终结 该来的总是要来 只是泰伦卢没想到 来得这么早 除了多亚特兰大那一场 我觉得我们都尽了力 在前一个晚上 输给不行者之后 泰伦卢面对稀疏的记者说 正式对亚特兰大的比赛 启动了泰伦卢下课的倒计时 按下按钮的 正是泰伦卢本人 北赛季开始 其实维北赛季确定了两个目标 首先是在东部保持竞争力 其次锻炼新人 有詹姆斯可以进总决赛 没想姆斯怎么也能进季后赛吧 从唐普三到管理层 都私下获着公开 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在夏天和乐福谈怕失约的时候 其实管理层信是淡淡 我们肯定不会摆烂 其实球馆正在进行过亿美元的装修 是要求新和成绩不错的球队 管理层确实也没想摆烂 如果乐福不提前失约 那么球队必须低于市场下都收乐福 不然明年夏天乐福将成为自由球员 乐福被舒服了 很快签了字 第一场输猛龙 其实管理层看清了一个现实 能不能打过开尔特人不知道 这猛龙是真打不过 和东部强队的差距看起来不是一点半点啊 第二场输独行侠 管理层坐不住了 在东部有竞争力这个事情 看起来是我们想多了 锻炼新人 还是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 在第三场对老鹰的比赛前 奥特曼在和老板吉尔伯特充分沟通之后 和泰伦卢一起找到史密斯 科沃尔和弗兰 告诉他们一句话 球队要年轻化 史密斯数学家版不好 但是英语理解能力还是没问题的 他私下和老将们合计 这是明确的告诉我们 球队要摆烂了 我们这几个老家伙 以后的主要工作 场上看年轻队友被吉他队员 场下看汤普森被卡带杀烂 其实这次谈话 泰伦卢是不同意的 这并不是他的初衷 和前任布拉特比起来 泰伦卢最擅长的 是处理和球员的关系 作为前队员 他知道如何团结队员 当时格里芬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财富正他为主教练 在2016年独冠之后 泰伦卢签了5年3500万美元的合同 成为NBA工资最高的教练之一 对格里芬 泰伦卢是感激的 毕竟有之欲之恩 基尔伦博特没有和格里芬试运 年轻的奥特曼上位 对奥特曼 泰伦卢没有个人交情 没什么过节 也算不上朋友 尔伦卢提出交易请求之后 奥特曼的系列操作 泰伦卢并不认同 其中有过几次交涉 这个事件 让两人或多或少有了见性 在输掉粮草之后 奥特曼受到了来自老板的压力 需要多锻炼新人 尤其是塞克斯顿 要让他多上场 要首发 这么做的前期 就是要让老将淡出阵容 谈话之后 弗莱心如明镜 我这是淡出轮框的意思了 对老鹰的比赛 是骑士本赛季的第三场比赛 也是首个主场比赛 弗莱 史密斯和科布尔没有出场 新秀赛克斯顿 十一团二重 二十七分钟内爆坎四分 那场比赛之后 泰文卢做了决定 他要重新掌管球队 不再理会管理层的意思 重新重用老将 塞克斯顿以后成绩如何 并不清楚 但是现在 他没有老将好用 科布尔和史密斯在对篮网的比赛中 重新得到了上场机会 对火赛的比赛 弗莱还进入了首发 尽管重用老将 骑士仍然三连半 在骑士打的六场比赛中 骑士从来没在下半场领先过 如果仅仅是输球 泰文卢不至于这么早下课 但是违背管理层的意思还输球 这个过他肯定要背 所以当奥特曼告诉他下课的消息时 泰文卢没有争论 在重新启用老将的时候 他就知道如果输球 必定是这个结果 在上个赛季 泰文卢曾经因为身体原因 离队休养 带队的压力 让他睡眠不好 精神紧张 心慌气短 在被勇士横扫之后 曾经有接近泰文卢的人士放风说 他考虑过暂时告别教练职位 在家休养一段时间 也拥有詹姆斯的球队做教练 这是很多教练梦寐以求的机会 但也意味着压力 詹姆斯离开克利福兰 前往胡人 泰文卢非常失望 与此同时 他也希望能有一次机会 带领年轻球员好好发展 教练教练 边教边练 在过去的两个赛季 泰文卢更多是依赖球星的个人能力 没什么教 也没什么练 如果没了夺挂的压力 那就联盟最高的金水军医 带领年轻球队也不是一个好差时 六场比赛之后 泰文卢发现 他自己想多了 拿钱就完了 至于叫不叫 练不练 那都无所谓 奥文卢和詹姆斯都走了 还差你一个 辞得 阿 than 阿 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